好,图层管理员还有一个很重要,虽然不常用到,但是还蛮重要的一个功能,那就是禁止移动的锁定。 它的位置在哪里呢?在我们这个眼睛的旁边,我们来仔细看一下。 好,按下此图是可以锁定或解除物件的锁定状态。 不知道能不能全部看到,没关系,我来讲解就可以了。 那什么叫做解除锁定状态呢?设定或解除锁定状态。 就是我们常常在设计,我们在排版的时候,有的时候有一些物件的安排是非常精细的, 我们不希望,比如它有跟什么东西来对齐,那如果移动到了,那再重新对回去会非常辛苦。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功能,虽然不常用到,但是如果没有就很糟糕。 就是这里,这里现在是空白一片,但是如果按下去的时候, 诶,请仔细看。 有一个锁头的样子,有没有看到? 当我们点下去这里就会成一个锁头,那我们没有点的时候,这里就是空白一片。 那出现这个锁头就代表这个物件现在是被锁住,无法移动的。 那有的小朋友会说,老师,为什么我总是无法移动这个东西啊? 因为它被你锁住了。 那这是,比如说我现在点一下,这里出现反白的现象,也就是这行字现在被锁定了哦。 如果想要移动就没办法,你看啊,我现在用这个挑选物件,我选到它,我拉, 我一拉,它就出现这个对话框了。 一些物件锁住了,无法移动。 你可以在物件内容来解除它的锁定状态,或者图层观里面清除锁定图示。 说的就是这个锁头,那这个就可以帮我们锁定。 那它是非常好用的一个功能,虽然不常用到。 那将来如果你,你的这个排版设计,做了一些很精细的对齐, 你不希望它动到,你不希望它动到,免得出现这个跑掉走位, 那你就可以透过这个锁定物件来把它锁住,这样就禁止它的移动。 这个功能啊,虽然不常用到,但是你要知道一下, 万一将来有需要的时候,你就可以使用它。 那今天讲到这里,拜拜。